这是新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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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辉只能低头念稿 还要在播报中间 说几句就趁机吸一下鼻子 细心的观众发现他的鼻涕 也听见他吸鼻涕的声音 有声音质疑他播报新闻时流鼻涕不够庄重严肃 也有人为他辩解 流鼻涕还没出现任何差错 很敬业 2012年康辉直播时 将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阳桌边 说成可上五天揽月 可下九阳桌边 说完后他就意识到犯错了 立马和观众道歉 2019年5月1日的新闻联播片头播出时 正好康辉在处理鼻子里的脏东西 跟着镜头一起被播出去 坊间多了的康辉当众挖鼻孔的笑谈 康辉从不忌讳谈到自己的错误 每次被说成播音灵失误 他就告诉大家这不是真的 在康辉之前 他的恩师罗金也被报道 从业26年的3000多次播出 从来没有出过错 其实和罗金工作过的同事都知道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罗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康辉 自己也会紧张和失误 但这个工作要求你要有控制 你要把自己控制在最恰当的状态上 康辉完成22分钟最长口播的精彩事迹 如果罗金能看到一定很欣慰 要不是康辉父亲极力追查 康辉的北大名额就被别人顶替了 当年康辉的高考成绩远超北大录取线 一考更是全省第一 可北大却没有给康辉发录取通知书 康爸爸觉察出不对劲 就打电话给北大招生办询问 得知对方在一个星期前 就寄出了录取通知书 康爸爸赶紧查看河北的招收名单 发现整个河北省被北大录取的只有两个学生 而自己一考成绩第一的儿子 却是榜上无名 招生办的老师得知情况也很奇怪 对康爸爸承诺一定把问题反馈给上级 康爸爸多年来在邮电局工作 出于职业敏感发现问题所在 直接找到广电部门 或关系查到当年负责北广学院电报员所要抵稿 对方以为康爸爸看不明白稿子 就把真的抵稿给他了 这一看康爸爸就发现一个天大的阴谋 提出质疑 电报员没想到对方能看懂 惊恶了一下赶紧解释 是工作失误超漏了 想上报为时已晚 所以报上去的人中没有康辉 对于他的说辞康爸爸并不相信 联系自己的朋友多方考证 这才发现其中秘密 原来当时北大对河北只招两人 其中就有康辉 第三名女孩的父亲暗中捣鬼 去掉了康辉的名字让女儿顶替 至于为什么没有顶替第二的女孩 而是顶替第一的康辉 估计是因为康辉家无权无视 只是个工薪阶层 不容易发现真相 而第二的女孩背景也不简单 查出真相后康爸爸立马着手 奔波于教育局和北广之间 终于帮儿子挽回被顶替的名额 顺利进入北广学院 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件事让康辉感触很深 他明白自己能得到的所有成就 都是因为爸爸给自己的帮助